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叙事专栏 访谈那些常年扮演中共领袖人物的演员 由特定演员常年扮演某一名中共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 是中国大陆影视圈的特殊现象 这些特型演员被视为历史名人的代言人 拍片时间之外 日常生活要时时注意保持领袖形象 精神压力超过一般演艺人员 也有些人长期入戏 导致在日常生活中也自认为是领袖浮体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任何失误 官方也担心会影响领袖人物的形象 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今年度改版官网 除了讯息发布外 还增加历史文化 专栏 以及图解 影片访谈等等不同以往的内容 其中相当有特色的是特型演员叙事栏目 其中受访的演员多数常年出现在影视戏剧中 具有高知名度 吸引许多中国大陆网友的讨论 中央社报道称 中纪委此举是为了吸引年轻网友 为了宣传毛泽东等中共元老 中央社报道还说 这个演员访谈节目 多聚焦在其扮演的中共历史元老等各种伟大事迹和生平 仍不脱中共一贯的宣传风格 第一个刊登的人物是扮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孙维明 之后是饰演邓颖超的特型演员黄威 二日刊出的特型演员是唐国强 唐国强除了是常年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过去也有不少历史戏剧作品 更广为人知 他的代表作品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以及雍正王朝中的雍正 唐国强在访谈中表示 自己从1996年就开始饰演毛泽东 第一部戏是电影《长征》 第二部是电视剧 也叫《长征》 唐国强还在继续扮演毛泽东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 中央电视台 天津广播电视台 推出的40集电视剧《换了人间》 1月8日在央视首播 唐国强也在其中饰演毛泽东 至此他饰演毛泽东的次数 已经超过40次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